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都交给菩萨 对啊 其他语言语上或者其他方面就少说一些是吧 对啊 就是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 一般二年级的孩子的话 在星期一天念多少比较好 一天念二十一遍至少呢 至少二十一遍 你要念完之后直接跟菩萨说 保佑我孩子干嘛干嘛干嘛 明白吗 你这个不要去试 百念百灵的我告诉你 嗯 好 黄秀女儿最近几年 每天都会有四五个小时心情不好 所以只能睡觉 她女儿 每天要睡十几个小时 心情不好的时候 集中不了精神做任何事情 所以每天功课都是要凌晨一二点才可以完成 请问师傅她这样子念经怎么改变啊 念心经呀 求普大帮她改变呀 就不停的念心经呀 任何的人要改变自己的坏习惯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坏习惯 然后念心经 求观之音不知道给多更多的加持来改变呀 前几天师傅有开示 就如果所求知识缘分不大好的话 可以在功课之外另外加心经祈求促成缘分成熟 然后有师兄就问了 那如果梦到不好的梦境的话 要不要以另外加心经祈求呢 都可以的呀 心经得益什么都适用的呀 你只要用心的事情你就适用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所以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对吗 对呀 这个是普遍经理 师傅有说过功德最大的就是心经 那是不是其实是因为我们平常念心经 也能利益到身边的众生 利益到众生 心经功德大 大背作功德也大 所有的经文功德都很大 但是心经是最能够解决人 直接心理矛盾的问题 心经只要你想不通 想自杀 脑子不好 想不通 一叶心经 只要你的心一动 菩萨的智慧就到了你的心里